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个 被遗忘的好茶秘境 你有听过新嘉阳部落吗? 这是一个泰雅族原著名的部落 位于台中市和平区的V3 而这个地方 对于茶叶爱好者来说 可是绝对不陌生的名字 在新嘉阳茶区 海拔高度从1600公尺到2100公尺 每年的春茶通常在5月中旋采摘 秋茶在8月 冬茶在10月 主要茶种为清新乌龙 制成清发酵的高山乌龙茶 并且种植了许多高山水梨及蜜苹果 茶叶在这些水果的香气中增长 让茶叶充满了平顺的果香气息 许多专业人士甚至爱上了这个独特的味道 每年都会指明购买新嘉阳部落生产的梨山茶 很多人以为梨山茶主产地在松茂及福寿山农场周边 但事实上 新嘉阳才是正梨山最大的茶区 茶园只要管理得好 品质更不舒服寿山 特别要提的是 新嘉阳茶区景色非常优美 下方就是德基水库 不光散色与茶园的景色相应程序 话说2022年东茶采收食 因为地震导致道路崩塌 新嘉阳东茶茶经无法走东横公路运到梨山街上制作 在情急之下茶龙们只好 敢用竹法走德基水库运送茶经 这在台湾的茶叶时尚 可说是头一招 如果你喜欢喝梨山茶 千万不要忘记新嘉阳的茶 它独特的果香味道 优美的景色 欢迎留言一起导论 关注我定期分享茶叶大小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